而由於新冠肺炎的國內確診病例明顯在激增 環保署要求各縣市加強公共區域的消毒工作 花蓮縣環保局也指示各鄉鎮市公所在3月27號要同步展開消毒作業 花蓮市公所以火車站等公共的場所為重點消毒區域 市長維在寧表示說 清明連假要來了 人潮疏运恐怕會有傳染疫情的工錢 請大家共提時間也做好防疫措施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延宵 而且國內每天都有確診病例增加 環保署要求各縣市加強公共區域消毒工作 花蓮縣環保局也特別指示各鄉鎮市公所 3月27號中午之前 務必要完成重點區域的消毒作業 我建議現在技嘉檢疫跟技嘉隔離的人數越來越多 社區的感染風險越來越高 所以花蓮縣政府奉那個中央指揮中心的指示 在3月25號就成立花蓮縣的防疫消毒大隊 那今天我們13個鄉鎮公所同步針對 轄區內的交通產障 還有大型的營業場所 或者是協校洽工的辦公機關 或者是因為疫情需要的地方 去做一個戶外的一個環境的消毒 那最主要的部分的話是針對戶外環境消毒 是希望就是說減低社區感染的這個風險 那當然在室內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希望在室內的一些 例如說他的所有人管理人跟使用人 他也希望能夠針對時常會觸摸到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樓梯啦或者是桌面等等 去做禽座消毒 然後讓室外戶外跟室內都能夠一起來做一個防疫的消毒 花蓮市公所27號上午派出了裝有西式漂白水容器的消毒車和人力 這對花蓮火車站等公共場所展開全面消毒噴藥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把身邊周遭的環境清潔 還有相關居家檢疫的一些能夠調查的部分 能夠詳實跟確實 那我們最近也接到一些里長號的一些反應 就是因為有一些反國的人數在這段時間突然有暴增 那在居家檢疫的部分 他們在聯絡在送餐還有一些在居家探訪 還有一些電話聯繫的部分 都有一些壓力因為人數過多 那未來還有在防疫的部分 那隨著清明連假的來到 那我相信這些防疫都是我們花蓮必須要做的 尤其是花蓮市 是所有來到花蓮每一個人的一個窗口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把這一塊能夠做好確實的防堵 那以免萬一真的有一個病例進來 會造成社區的一個擴散 清明連假要到了花蓮市是返鄉掃墓民眾 或者是觀光客到花蓮必經的門戶 市長郭嘉賢指出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覺 個人做好防疫措施 包括來到花蓮的每一個人都要落實防疫 期盼花蓮不要有確診必須發生 借旅會歡視報導